哈喽大家好 这次是周末来开封玩了两天 周六中午到清明上合园 晚上去了古楼和树殿街 第二天主打古建历史路线 会去到铁塔 婆塔 山海干会馆 古城墙 最后会去开封博物馆 行程的文字版我也会po出来 大家需要的可以自取哦 这个视频是第一天的行程 第二天会放在下一个视频 大家记得看呀 来到了这次开封的第一个景点 清明上合园 我们已经买过门票了 现在就准备直接进一边 大宋鞋高 这里边卖东西得加大宋两个 卖东西得加大宋两个 这边晚上就有那个东京梦华的表演在这边 这个区需要另外买票 我在清明里租了一套衣服 还顺便做了发型 这里面的阿姨做发型 手都很巧的 瞬间就感觉变身古代人 还挺新奇的一个体验 喜欢拍照的朋友可以换装试一下 在里面逛的话 穿这个衣服会更有体验感 清明上合园里有一些比较精彩的沉浸式表演 一定要看 还有一些很适合拍照的景观 也有适合小朋友玩的地方 还有一些小型的博物馆 美食街也挺丰富的 而且不是很贵 感觉这里属于老少咸一的景点 我们在里面逛的时候 也没有遵循什么特定的路线 就是随便的走走看看 遇到一些小吃摊鸭就买来吃 这个热奶宝还有刚开始那个大宋切糕 我觉得还挺好吃的 而且这个景区里面的东西是真的性价比还可以 景区里的表演 除了晚上的东京木华诗 需要另外付费的以外 其他还有两场 我觉得最值得看的就是 岳飞枪跳小梁王和大宋东京保卫站 大家记得提前看好表演时间哦 走 不要等路 这个表演真的非常非常多人看 如果大家想近距离观看的话 最好提前一个小时就去站位 不然就像我们一样只能站在桥上 跟大家一起挤着看了 看完表演的话 就可以在周边稍微逛一逛 然后看一看其他的小表演 还可以顺便在里面吃个晚饭 最后就等一下夜幕降临滑灯出上 让开封变城变金 其实我个人觉得像亲密上海园的话 差不多中午进圆 到傍晚的时候出圆就可以了 基本上比较重磅级的演出都可以看到 正好从白天逛到晚上 晚上还是挺好看的 最近还有一些灯笼展 所以晚上开灯之后 整个环境还是挺美的 特别适合闲逛啊拍照啊 我们打不到车 就做了一个三轮 现在晚上还是来到了书店街这边 网上说不要在这边买吃的 我们已经吃过晚饭了 就是来看个热闹 我们走到鼓楼了 打一个卡 现在回到我们今天住的酒店啦 这个酒店就在亲密上海园对面 好像还步行也还挺近的 这酒店好像这个公共区域每隔一点就做了一个这种 还可以 开箱一下今天的房间 今天就订了一个这种比较古朴一点的房间 这个床是长这样的 我还挺喜欢的 他这个房间的这个洗手间 然后浴室还有这边的厕所 他是做了一个三分里就还比较好 这边是有一个衣架 还有一个小柜子 这个是今天的床 第一次睡这种上面有这个杆子的床 今天是在开关的第二圈啦 我们酒店起来早上的 我们下看就是这样的场景 刚刚吃完酒店的早餐 出来就是这幅景象 还挺惬意的 今天的太阳也还挺好 现在我们就准备去退房啦 第一天在开封的行程就这样啦 我们中午到达了开封 然后进了亲密上海园 晚上的时候就去了一下书店街跟果欧夜市 不过我们没有选择在那边吃东西 网上说推荐的话 还是去河大夜市那边 那第二天的行程会放在下一个视频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哟 那我们下期再见吧